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印象文化艺术中心的执行长刘亚南 亚南姐你好 美国国联企业总裁 硅谷佳姐地产经营商佳姐 佳姐你好 你好 伟然 不知道女生怎么看待 如何判断一个男生的心是否在自己身上 这个伟然 你作为一个男生就是跟我和佳姐抛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那我想 我不知道佳姐怎么想 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年龄 我这个人生阶段 首先第一呢 我可以说如果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俗女 我也不知道这个俗女这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 那我就把它理解成一个中性词 就是有国一节生活经历的中年女人吧 如果说定位在自己是俗女的话 我首先会觉得一般呢 可能心智比较成熟 有一定生活越来越的女人 不管她的感情经历怎么样 可能到中年的话 不会再经常问这个男人心有没有在我身上了 因为可能对于一个这个心智相对成熟 有过一些越来越中年女人 会觉得不管怎么样一个男人给你的爱情 一个男人是不是心在你身上这件事呢 首先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件事 已经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了 所以呢 可能我不知道佳姐是怎么觉得 从我的生活 我每天的事情来讲 我不会或者是很少 不能说绝对不会 很少再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头等大事再去考虑了 今天这个男人心有没有在我身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通常来讲 我们不说小女生完全没有恋爱经验 完全没有这个人生的经验 因为一般就是人到中年 你有过一些的感情经验 一个男人心有没有在你身上 你是有感觉的 那如果你要是问自己这个话 这个男人心有没有在我身上 那我告诉你 大概率就是这个男人心不在你身上 也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一个男人他给你很多的爱 他让你觉得生活里有安全感 他让你觉得生活里有幸福感 他让你觉得他的心全在你身上 这个 如果你心里面被这种幸福感 安全感包围的时候 你不太会问出这个问题 所以当你能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率就是这个男人没有那么爱你 这男人的心不会在你身上 这是我们就一个大概率的总结 那除非就是说有的女人 他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呀 或者是感情里面他要的东西太多了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用一些硬性的指标 来判断这个男人爱不爱你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首先一个男人如果他心在你身上 他会关注你的需求感 他会关注你的情感需求 他会重视你的要求 比如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心要在你身上 你如果就是说 我很不喜欢你抽烟 我很不喜欢你喝酒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 如果是我的需求 那对方呢 即便他抽了几十年烟 他可能也会考虑到 对方这个亚能他今天不太喜欢我抽烟 那我是不是不当着他面抽烟 或者我尽可能少抽一点烟 那如果说他对你的任何一个需求 他都不在乎 那你怎么能判断 他的心是在你身上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说 一个男人如果要是他的心在你身上 他就会在乎你的需求 他就会重视你今天的感受 如果一个男生他都不重视你的感受 你都喜怒哀乐 我今天跟朋友出去喝酒 你高兴不高兴 我根本就不在乎 那这个男人不可能是说 他把心放在你身上 第二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 他愿意跟你分享 他认为宝贵的东西 那不管是他认为宝贵的东西 是时间 还是金钱 还是他的社会资源 他的成就 他的家人 他周围的所有的社会关系 如果他认为他身边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 他愿意跟你分享 他今天如果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他愿意跟你一起去享受他的劳动所得 他愿意给你花钱 那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繁忙的人 不管多忙 他愿意挤出来时间 跟你一起吃个晚饭 跟你一起逛逛街 他愿意花时间陪你 那他认为家人朋友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愿意把你带到他的家人和朋友圈子里面 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 他是把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就像这个现在网络经常说的嘛 一个男人给你花钱 不代表他一定爱你 但是他不给你花钱 一定是不爱你 当然了就是说 你面对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钱 而且大家认为这个有钱的标准也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可能有几十万就有钱了 有的人认为你没有亿万身家 你都是没有钱 但我们今天就讲的 钱只是一个我们可以量化的一个事物 一个单位 那今天我认为是说 对方他愿意跟你共享 他认为他生命里面宝贵的东西 不管这个宝贵 都是时间 还是亲钱 还是金钱 还是他所有的事业成就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认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他愿意愿意跟你分享 还有一点第三点呢 就是他的人生里面 他的人生规划 不管他今天是二十岁 还是他今天这个七十岁八十岁 他的人生规划 未来他有多少年 他的规划里面有没有你 如果说他未来的规划里面 就是我今天考虑 即便是七老八十 我为了到哪去养老 我如果说我想去泰国去养老 那我愿不愿意今天 跟亚南尼一起去 我今天想到夏威去养老 如果我只是跟你说 我下个月 我明年我是计划去夏威养老的 我不管你想在什么地方 工作和生活 那不可能表示他心里有你 对不对 那你只是在这一段时间 对他来说他身边的伴侣 但是他的生活和他的未来 他的规划是没有你的 所以你还要再看一下 他的未来规划 他今天在做任何一个事 他做任何一个生活里的 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考虑了你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他考虑了 代表他的生活里面 有你的位置 如果他没有考虑 那你就不要想了 他的生活里面 目前没有你的位置 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呢 我是觉得两个人呢 除了这个平常的日程生活的话 很多时候因为现在节奏太快了 尤其在硅谷 两个人的环境不太一样 尤其比方说行业也不太一样 那么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沟通的艺术当中 除了讲之外 这个男人愿不愿意倾听你 他哪怕是倾听 听完了之后呢 他愿不愿意感同身受的 哪怕是两句鼓励的话 拍拍肩膀 或者是说哦我理解 我懂你哦不容易 就是这样鼓励的话 就是有耐心 这个耐心也体会 这个男人在不在乎你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 他倾听之后的话呢 他愿意在你觉得比方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也愿意去过脑子替你想一想 这些困难的话我可不可以能够帮你想想主意 我觉得这是一种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支持 哪怕这个主意的话 未必适合你自己 但是我觉得像作为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蛮舒服的 因为他会在乎我 好像这个年龄的话 不再要的是那种 因为每个年龄段不一样了 要的是一种所谓表面性的 表面性的东西也说买个花 买个礼物 吃一顿烛光晚餐 这个都是很必要的 每个星期五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的话说 在不在乎的话 我觉得是心和神的一种交流 就两个人的精气神 能够还能够在一个同频的一个状况底下 就蛮不容易的 而且也是衡量他在不在乎女人 就他自己在乎的这个女人的身上 我总结的就是 这个男人首先他能不能包容你 他能不能包容你今天跟他的不同 或者是说对于你的一些缺点 他能不能包容 再有的话就是说 他今天刚刚家庭讲的这个聆听 他倾听 他愿意去花时间 和他愿意去有这个心思 去了解你的需求 那你今天不管是你跟他抱怨 还是你跟他分享 就是我觉得一个在乎你的人 他会愿意跟你有分享欲 这个分享欲可以是说 你今天很开心的事情 可以是你今天你很烦恼的事情 可以是说你今天的抱怨 就是他愿不愿意跟你有这个分享 愿不愿意去听你讲 愿不愿意去跟你去感同身受 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呢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他有没有这个想跟你共同成长的这份心 我们不要说今天七老八十 就不需要成长 我觉得人在每一个阶段 他都是想要成长的 那他愿意不愿意跟你共同成长 他愿意不愿意生活里面 跟你找到一些共同点 也可能是说这人到中年 你有你的一定智规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你有你的思维方式 那我有我的这个教育背景 那大家在一起 一定是有很多的不同 那这个很多的不同 我们愿意不愿意去跟彼此靠近 就是今天 好 你今天你有一个 你非常喜欢音乐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 但是我愿意不愿意 因为就是想 喜欢你所喜欢的东西 我虽然不可能 像你对音乐 有这么多年的挚爱 但是我会去听你跟我分享 我不介意今天 我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去花时间 你去听音乐会 我也不介意你今天回来 去跟我分享 你这个音乐会的感受 那同时我喜欢看球 我也希望我把 我喜欢的东西介绍给你 就是有没有这个分享欲 和共同想在成长 寻找共同点的这份心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伟然 你问出这个问题 这个对于我和嘉姐来讲 我觉得我们落实到生活里面 尤其是有一些阅历 这个不是不太年轻的中年女人 看人是看细节 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 一天都是可以装出来的 你说今天一天 我给你买多少玫瑰花 我今天一天 甚至给你买多少的奢侈品 我今天一天呢 拉着你的手在海滩上逛 都可以做出来 但是细节和一个持久性 那对于我和嘉姐这个年龄来讲 一个男人是不是心在你身上 可能已经不需要用哪件具体的事来判断了 更多的是这些综合的细节 带给你一个心灵的感受 那你也不能说这是女人的直觉 其实不是直觉 直觉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生活经验 是生活的经验赋予我们有这个直觉 因为你接触的人多了 你听的故事多了 你的经历多了 所以你很容易 今天就根据一些的细节 在你脑子里汇总 就是这个男人心在不在你身上 当然今天就是伟然你抛出这个话题 是男人心在不在你身上 其实刚刚我觉得我和嘉姐讲的 就是一个人性 反之亦然 就是那女人的心 是不是在这男人身上 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些点来判断 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 能从我们的这些生活体验里面 有一些小收获 通常呢 不说个例 我们只说这个范子 男人更偏理性 女人更偏感性 那我觉得通常呢 一般一个比较感性的女人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讲 就是今天女强人 今天不讲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希拉里这样的女人 和这个今天身边生活的一个小女人 那肯定天差地别 我们就讲范子 对 普通人来讲的话 通常女人是偏感性 那女人一般 她的心在一个男人身上 就是我想跟这个男人 花很多的时间 我想粘着她 我想就是今天这个男人 除了她工作和吃饭 我希望她每一分钟都能关注我 我希望我给她发的短信 她永远第一时间回复 我不在乎她是在开会 还是在开车 我希望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永远是在那边接听我电话 我希望我高兴的时候 我永远是她愿意听我 讲我今天怎么开心 我愿意就是 我不高兴的时候 她永远是有一个坚实的避绑 这时候我在她肩头可以哭 可以她马上就是 抚摸着我的秀发 就是这个女人 这是女人情感上的需求 然后那就是说 女人当女人 她的心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她会变得很逆逆 就是她会对这个男人的需求感 非常的强 这个需求感最主要是 情感的需求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变成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那很多时候这个男人 又很理智 她又希望她的女朋友 她的女伴 她的太太 黏她又不太黏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开玩笑 就说女人什么时候最可爱 伟然你知道 就是说大家总结说 女人什么时候最可爱吗 我指的是对一个男人来讲 女人什么时候最可爱 陷入爱河的时候 其实这个女人 最可爱的状态 是她不爱你的时候 因为她不爱你的时候 她对你没有情感需求 她可以朝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今天让她离开你 她可以恢恢夷秀 她就不代表人 不代走一片云彩 因为她对你 她对你没有这么逆一底 她不会让你觉得缠人 她不会让你觉得 她一直在你身边烦着你 她不会今天对你有这么多情感需求 你在忙的时候 你在跟你的哥们去聊天喝酒的时候 她也可以跟她闺蜜去逛街 因为她不在乎 你今天几点回来 她根本就不在乎 你是晚上十点回来 还是第二天凌晨回来 她无所谓 她该睡觉睡觉 该吃饭吃饭 那你就会觉得 哎呦 那我很轻松 这个女人真的很可爱 她一点都不黏我 她在我需要的时候会出现 但是她在我不需要的时候 她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代社会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硅谷 每三个月都会不一样 每一个月都会有各种各样 每一天都会有 就是说日益更新的东西 而我们做女人也要更新 更新我们的能力和活力 还有我们的学习能力 这个是女人最大的底气 当你有自己人生的一个专注点的时候 或者在工作中家庭中 包括自己的专注点 我愿意锻炼身体 我愿意听音乐 我知道最新的投行榜上的音乐的时候 所以你的世界很放大 你有很大的一个世界 你喜欢的东西在里面 于是你自己这种活力和能力 起来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喜怒哀乐 和他今天有没有掉脸 他有没有回微信 他有没有怎么样 变得不是很重要 也不能那样去要求男人 分分钟钟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事业 你既要求他成功 又要求他分分钟钟的 在专注自己 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但是真正有没有 实际作为一个 自己不断更新的一个女人的话 我觉得人家就说 你识货的话 你也知道谁是更优秀的 另外我是觉得说 还要学这个情感的成长 女人男人都要 除了学习所谓自己的专业之外 一定要学习情感的成长 和与人交往的一种能力 因为现在科技社会 很多人的交 就是说与人交通的这个能力 沟通的能力在减低 所以就算一个女人万般柔情 那边那一个的话 整个像一座冰山一样 或者是理解不到那个的话 那无论某一方做得好都不行 是双方爱情和之间的 对方的就是说吸引力的话 是双方一起努力 最后浇灌出来的话 有之间的那么一个共鸣和交融 双方奔赴的情感 才有意义 那不是这个人家就说吗 说在两个人的一段关系里面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 这个是安全感 你确定你自己不会离开 这是归属感 当你确定你们两个人 都不会离开的时候 这个是幸福感 在我眼里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当中呢 有一个环节也很重要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可能会面临着一些 原生家庭工作 或者是一些 让自己很牵绊的事 那这些牵绊的事呢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两个人的关系 那往往呢 你在处理这些 原生家庭和配偶之间 或者是工作和生活之间 或者是子女和自己的配偶之间的 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你会面临着一些 可能我照顾孩子多了一点 可能就对对方关爱少了一点 可能我的原生家庭 对我的要求高了一点 那我就没有办法 给我的另一半多一点 总是在这中间拉扯的时候 那你会在想说 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平衡点怎么找会比较好呢 当你面对任何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设想成自己的另一半 那就假设你是你自己的另一半 那你的另一半 面对着自己的老公也好 或者是老婆也好 的原生家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你能最大承受的是什么 就是你把你的最大能承受的 尽可能的设定出来一个限度 那这样的限度呢 你在打打折扣缩缩水的 再跟对方去商量 那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感情可能就会好一点 自己的心有没有在对方身上 或者对方性没有在自己身上 并不一定说他不想把他的钱分享给你 或者是并不一定说 他不想把他的时间分享给你 他也许面临着很多工作上的 生活上的家庭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他导致他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 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说 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对我要求很多 那我要帮助原生家庭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给我的另一半很多 在抉择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是你自己的另一半 你要想说老公的原生家庭要的很多 他不能给我很多 那我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 那你自己都觉得不舒服了 你就不能把这样的生活 再去要求你的另一半 去感受同样的事情 伟然我觉得你说这个很有道理 尤其是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 非常有道理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就像嘉姐刚刚讲的 就是你自己如果变得越来越完整 你自己的人格变得越来越完整 越来越独立的时候 你会对外界的需求 包括对你的伴侣的情感需求会降低 而且人生的重心呢 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上扮演很多的角色 你要做一个好员工 或者你要做一个好老板 然后你要做一个好母亲 那你要做一个好女儿 你要做一个好儿子 你要做一个好兄弟 就是你是人本身扮演的角色 是非常多元化的 不是单一的 那你要怎么样平衡你的事业生活 家庭所有的这些社会关系 那这个首先就需要你去怎么样 把他们优先排序 那我认为呢 两个人之间 不是说今天我们要24小时黏在一起 也不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件事 每一个每一分钟你都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比的空间嘛 因为你的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多元化的 但是在这个排序里面哈 不要因为原生家庭 甚至不要因为子女 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 亲力地打乱这个排序 那如果你结婚 你决定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庭 那你应该把你们两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应该把你们两人的关系放在 超过你们和子女的关系 和超过跟原生家庭的关系 两个人最好都要这样做 你们在很多事情上 才能彼此做到就是说互相帮衬 互相理解 因为大家都是有原生家庭 那当你们取得共识的时候 才能知道怎么样共同去面对孩子 共同去面对双方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里面排序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人分配自己的时间 做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 提高自己 从自己的心里去找自己的心里的蝴蝶 不要在感情当中太卑微 总是要让别人就像蓄水一样蓄满自己的肛 那为什么不去自己的话 去把自己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声音和真实的自我 那一个蝴蝶在自己的心里找到 让它飞起来 让它可以快乐 男女之间是一种关系 友情也是一种关系 就像我们三个在一块做节目一样 我们很舒服 我们在一块畅所欲言的交流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那么有不同的专注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把某一个男女关系提升为 就像要了自己的命一样 所以我觉得情感的管理和情感的提高的话的 是在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 女性原本的话是一个比较 所谓被看成是弱者的 但是我觉得社会现在也给了很好的条件 给了我们女性很好的条件 我们自己应该学着客籍者自胜 做更好的自己 前几天看了一个这个小视频 受访者和这个访问者 访问者就问这个受访者 说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听到的 最糟糕的关于两个人婚恋的建议是什么 然后这个受访者就说 我听到的最糟糕的关于两个人的婚恋的建议 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爱你的人 而不是你爱的人跟他在一起 他说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建议 那我看他这个回答 我就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要说你去找一个爱你的人 还是你爱的人 就是双向奔赴的一个感情才有意义 对 然后呢 那后来这个访问者又问这个受访者 那你觉得你听到的最好的关于婚恋的建议是什么 他就说 他说我听到我认为最好的关于婚恋的建议 就是说你心目中想象的另一半 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你成为这个人 其实就是回到刚刚嘉姐讲的 我们要想有一个好的恋情 前提条件就是说 你自己要有一个完善和独立的人格 你要有能力去爱和有能力接受爱 你也同时可以包容对方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 你也可以接受对方有对方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传统讲 爱不要太满 那所谓不要太满呢 不是说你今天可以再去爱别人 而是说我们两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在一个关系里面 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这个关系就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关系 如果你在这个关系里面 即便所有人都说你的另一半非常好 但是你总有不安全感 你总是很纠结 你总是患得患失 那这个感情对你来说 可能也是不健康的 好的谢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